開始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二台正響報三台浪費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 全揚我們的齊抗疫 反攬炒、拼經濟的訊息出去 多謝大家 這一節就是反攬炒 有人為了議席決心要攬炒 有些人就說 只做不說,不要炒 炒也不要那麼大聲 結果就令到兩批 現在在新西協調大會 剛剛我們上一節說的 梁耀忠的士仔 我不會說員工,是說他的士仔 代表的士童 他是泛男的人 他是淺男人 那位代表那個大會那裡 出現了嚴重分歧 厲害啊這件事 不如這樣吧,我先說一點點,大家一起再評論好嗎? 說回這個新界西協調會議 我們說了,其實是講數多一點 原來就是這個五大選區來講 最後一次的協調會議 敵都比士尼最難達到共識的一區 其實沒有哪一區可以達成共識的 都想爭出位 是吧,每個人都是這樣 他們原來就說 會上的氣氛並不樂觀 就說因為那些 中央走行的兩批 國資牌 都多了一些發表的東西 都有些後續 就說 被認為會幫民主派添了子彈 但是氣氛又不是很樂觀 為什麼呢? 不少參與這個會議的人都覺得擔心這個選舉氣氛 能不能夠 參選都覺得很有危機感 首次在會議裡面 選舉協調就沒有共識 最大的分歧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這個 我們之前在節目裡也說過了 就是這些素人 每個人都想彈出來 還有一些新興的政團 新社團 認為要跟中央硬碰硬 他們提倡了一件事 這就成為我們今節 可以討論的焦點 我們跟幾個不同的切入點一起說一下 各位網友也可以留言說一下你們怎麼看 這幫素人或新興社團說些什麼呢? 協調要有文件要白字黑字 承諾什麼呢? 一旦立法會他們35家的話 就一定要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迫使政府回應這個五大訴求等等 但是據聞就說 會上有部份傳統泛民的人 傳統泛民的人 就對這件事有極大的保留 擔心選民就會不支持 剛才這幫素人和新興社團說 這個叫做白字黑字承諾 一旦過半 就是35家的話 就一定要否決財政預算案 就是五大訴求的那些 這個說法其實就跟 公民袋那幫人 他們所說的35家的做法那個玩法 其實是一樣的 為什麼新西那幫傳統泛民呢? 就是他們所說的傳統老鬼呢 就有保留又說擔心選民會不支持呢? 其實那你還是不是公民黨的35家那條拉的? 我們先加上新說吧 最重要是議席對他們來說 第一要知道 因為他們發覺現在 兩辦所說的東西 會影響到他們的議席 於是他們就立即飄移 公民黨是沒有什麼原則的政黨 每一個人說不同的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要贏 贏以席為第一 所以他們說 不好意思 他們這個會上其實有國家期在那裡 是 我都很想知道國家期肯不肯簽呢? 是的 他們沒有說 其實整件事就是 就是用以前芒果佬那招 把小黨把東西推到極端 搶佔他們高得高地 就去夾大黨 讓大黨不聽他們說的時候 就說你大黨是賤人 批鬥大黨 從而增加我們小黨取勝的機會 一切都是一個初選的政治操作 那如果呢 他們說 我真的很想知道 哪幫傳統泛民對於這件事極大保留 那即使你反了公民黨的35家他們的做法 之前民主黨他們說的 民主黨都是撐公民黨的35家這個玩法 那如果你是撐公民黨這個玩法的話 那為什麼你不肯簽呢? 是咯 是不是? 因為其實他們是 那幫人是 憎大黨多於憎小黨 這個是我的看法 馬雷錦呢? 如果他們不肯簽 是不是怕 有一些口實 成為日後這個 選舉主任的 這個被DQ的 理由呢? 這個 都有可能 其實馬雷錦又突破盲腸了 因為那些新興的政團和素人 反正他們都沒有意籍在手了 有多大就吹多大 我根本都沒有東西輸的 所以下次再參選的 就有這個顧慮了 如果這樣的話 即使 如果他們有這個顧慮 有這個考慮的話 即使公民黨的35家那個計劃 你們自己 說了是空狠的 做就原來不敢的 那些素人沒有罵錯你們的 其實 是不是呢? 嗯 因為他 做人說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硬碰硬的嘛 他35家的時候 公民黨那個記者招待會 說得很硬的喔 其實朱凱迪也有說的喔 他們說是否決財政預算案 否決完之後就解散立法會 接著再選立法會之後再否決 嗯 他覺得自己再選是他們做的喔 我覺得是 這個相當很有信心的喔 怕什麼簽啊 是不是 他們說是這麼說 但是不可以被人黑字白字捉住 可能他想讓自己有位置走 若別人下來 我說一下而已喔 是不是不行啊 我們學黃毓敏先生而已 說一下而已 哦 那你跟出賣手足有什麼分別啊 現在你打算要立會過半來逼政府五大訴求 原來你現在害怕的嗎 是不是 那就出賣手足了 那他們說是不是出賣手足啊 他們但是可以說 我覺得你們出賣手足啦 這樣咯 是啊 不相信黑字白字的 你看我怎麼做就知道咯 嗯 因為你現在否決裁線預算案是要逼政府五大訴求嘛 逼得連特首都要換買嘛 換完再換 都要嘛 換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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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換為止這樣嘛 那麼我們又再繼續說一下這個會議上怎麼說啦 就說啦 民主派就是他們所謂的飯堡派啦 過往呢就只會有港獨啦 的自決啦 這些才會被DQ而已 他們覺得呢 現在那個紅線呢 好像也會飄移喔 那內會拉布啦 阻礙國歌法等等呢 都覺得啦 會被違反這個議員的誓詞 令到呢 這個飯堡派呢 就人人自危喔 咦 你們不是說到只不怕的嗎 是不是呀 DQ的名字 DQ 郭榮鏗的名字都寫了在牆上的喔 郭榮鏗你就不怕 自己就怕 是不是 是啊 郭榮鏗是功能組別 他死他死啦 不是呀 你說自己大家一起飯堡派 郭榮鏗說 我們這些 兄弟姊妹 是啊 是啊 是兄弟姊妹的喔 但是你說你是我兄弟姊妹而已 要死的時候 我就跟你不是兄弟姊妹的啦 你又不是同一個黨 是不是 要死沒有議席的時候就什麼都沒有了 你死你自己去死吧 快點去死吧 但是當然不能夠說出口啦 要是很刁鑽的這樣說啦 是吧 因為我對於他們不肯簽這張白紙黑字這張東西呢 我覺得很震驚啦 我就是這樣看啦 那我們再看看啦 究竟還有些什麼要說啦 這個會上面 就說啦 面對這個政治形勢的更為險峻啦 部分呢 部分傳統泛民主派 就是泛暴派的人認為呢 如果 如果 否決 抱歉啊 不好意思 但是有點不舒服 就說啦 如果 連一個未知究竟是怎樣的預算案 你都說要去預先說要去否決的話呢 只會成為對手的提供 只會為對手提供彈藥喔 甚至成為被DQ的藉口 他們認為要參選策略呢 要小心 咦 喂 你不是說的嗎 這份預算案 你否決那個預算案的意思是因為 你要否決到 政府解散立法會再選 然後再否決 然後呢 因為這樣的話 特首要再換人的嘛 因為這樣才要否決的嘛 你要逼 盜援特首 答應你們的五大訴求 所以才要否決預算案 所以你不需要你那份 預算案是寫什麼的嘛 就算預算案只是寫著預算案三個字呢 你都要否決的嘛 他的意思是 咦 那現在又說 又說不好的 為什麼又說 又說 變了提供彈藥的 其實他們 其實他們是 第一這幫人 拿了位的人就不願意放手 是 下梯小黨的人就根本不信任這幫不權意放手的人 兩個是相疑的 就是兩批人是相疑的 而拿了位的人其實經常都想說和 他們根本就是沒有決心攬炒 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說是說想 但是沒有這樣的決心 經常想說和 空女這樣看 即是呀 即是他的35家是假的 公民黨寫了大篇東西 是不是 不過是想藉著35家和政府講數 為他自己和幕後的人拿了利益 我覺得都是純粹想拿選票 我想他們都沒有想到那麼高 即是他們都 很懶呀 這幫人 總之是為自己拿利益 你意思是 是啊 即是都是為了一個位置 即是想騙選票 這樣絕對是 是啊 所以說 為什麼要他們簽呢 就是怕他們 只說不做 其實如果真的 簽了不做 某程度上 你都催不去 如果他們拿了議席之後 就在這個五大訴求 或者在這個合約 所謂合約上面寫的東西 他們不遵守 我們都 無可來用 沒有法律效用的 其實 是啊 是 還有他們 這幫泛部派 這幫所謂的傳統泛民老鬼 他們一招 是看家本領 就是搬龍門 是不是 到時 搬搬 可以的 我們35家 我們怕什麼什麼 我們部署 這樣這樣 是不是 所以 我有傳媒計劃的了 大家放心 是不是這樣 我不說給第三兄弟 我不是傳媒計劃嗎 我讓對手知道 是不是 我們這個 這個 都可以的 說搬龍門 因為我們要有個盾牌 是不是 是吧 是吧 盾牌保護我們自己 那 繼續說回來 新的新興政團 和素人 對於他們 已經 未參選 來協調 已經在搬龍門 相當之不滿 有參與這個 與會者 也嘗試說 現在的政治環境 信息萬變 DQ紅線 也會有機會收緊 對於現時的 討論協調 或者兩個月之後 情況 可能都 不對了 對不到罪 有些人就反抬了 那我下次不理了 下次不理了 都是如說 拼不迷糊了 那通常 我覺得是這樣 通常第一次 第一次 當然是大家 大家降起了 看看誰退縮 等於講價 街市講價 100元 100元我不買你走 看看誰 可能現在 下面的人 暗湧在說 但是對於 細黨 那些人 他們是 想夾 很明顯 他們是想 夾 看看夾不夾得爆你 夾不爆你 也玩謝你呢 要你出醜 哦 你這幫人 原來不肯簽的 喂 叫你硬碰碰 怕DQ 是吧 是不是 就是 正如許劉珊 你所說 這幫人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夾 都是用以前芒果佬的手法去夾 然後拿政治好處 再削弱你大黨實力 看看可不可以為自己將來的 的 的議席 拿回一條 這個是他們唯一的路 因為他們的實力根本是不夠的 削弱這個傳統泛民老鬼 是的 來看看自己可不可以 要拿回好處 這個是政治操作 最激的那幫叫做 深黃的 來撐自己 深黃油 深黃油來給你票 都 微常不可的 就看看怎樣 看那幫泛民老鬼 會不會說協調的時候 給他們一個位置去試一下 可不可以選 是的 類似 你看看你可不可以給一個位置 證明你們不簽都是真誠 那些這樣的東西 是 不過也有傳統泛民老鬼 我親自聽他 我親耳聽到的 就是頭很硬的那個 我聽到他常說的 給你選 選到嗎 我當時聽到我真的呱了 哇 怎麼這麼說話都有 那新人不用選了 是不是 因為 因為我見到他都覺得 這個頭那麼硬的那個人是老鬼的 泛民老鬼來的 就是我當時見到他已經覺得他是泛民老鬼 不是他不是跟我說 他跟某些人說 就是說給你選到什麼 哇那麼困難的 為什麼這麼困難 所以這個就是泛民老鬼的想法 其實都是事實 證明了泛民老鬼的想法就是 我這個位置我就吃硬的了 你不要打算用這些方法贏 現在選民是要看 哪一個贏到我們贏的 勝數是最大 你們用這些手法 芒果佬手法對我們 行不行啊 我躺在那裡也贏你啦 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等於 當日對著 游慧晶說話的那個人 我躺在那裡也贏你啦 結果就輸了 其實這幫小黨是想拿最後的席位 都是想嘗試一下 是不是這麼說 都有 也有這樣的機會的 到底這些素人還是怎樣呢 如果我是素人或者這個叫做小黨 就是新興政團那些 我都會覺得的 喂 陳子惠都可以 沒理由今次 就是這個什麼 那些泛步那些 老實說就是百年一遇 駁一駁一駁 沒錯啦 駁一駁 喂 不吃著這個勢的話 四年後還有沒有這些什麼 叫做什麼 什麼什麼運動 什麼運動 什麼訴求啊 什麼光復那些呢 到時那些人都坐牢了已經 是嗎 是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機會 是 如果你 是的 可以憑著這些什麼光復啊 榮光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他想而已 他想而已 沒錯了 沒錯了 其實一撞著了這個香港的疫症 令到那個經濟問題這樣 你們還說要這樣攬炒 還有什麼五大訴求呢 我覺得他應該反過來 應該會更加實去這個民心的 我自己的這樣看 這次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不如總結一下 那再 其他他們的協調 是不是接下來都會這樣呢 會不會 就是被人知道了 原來他們不肯簽啊 原來會彈攻守啊 那些會反口啊 其實 我認為 還有可以 給建制那邊 如果很好把握的話 應該都可以挽救他們這幫人的 所以他們只要做這個事情 這種姿態 就是別人不夠激 盡量吸納 所以才逼人簽 別人不簽 他們就可以拿到最激的那邊的人 可能這樣搞下去 最後 他們是會攬炒 到時真的 認了他們攬炒 攬炒他們自己 攬炒他們自己 那種情況是可能會出現 這個我的看法 希望那些素人那些 繼續對著這些泛民老鬼 繼續發炮 撕破他們的真面目 這一節也多謝了 這個叫做素人和新興團體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